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经律意向 在大政帐53册108页中栏 谈到道人度劣师 就是一位修行人 他怎样度化猎人的故事 过去有一位修行人 他日夜很精进的修行 都不会懈怠 但是修行归修行 肚子还是会饿啊 所以他就出来起食 遇到一位猎人 那时候肚子实在是太饿了 他就跟这位猎人乞讨食物 这个猎人非常生气 就拿起弓箭要射杀这位修行人 修行人说稍等稍等 如果你要射我的话 不要射其他地方 就射我的肚子 于是修行人就把衣服敞开来 对他说射这里 射这里 这时候猎人说奇怪了 一般人都很怕死 可是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而且还把衣服敞开来 要我射你的肚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修行人就说 因为我的肚子想要吃 为了吃 他完全不顾一切危险 都是这个肚子害的啦 烈了一想 我也不是一样吗 我为了填饱这个肚子 翻山越岭 冒着老虎野狼侵害的危险 还不都是为了这个肚子吗 于是猎人就跟修行人忏悔 修行人便为他解说 地狱畜生恶鬼 三恶道之苦 即灭盘即净之乐 这个猎人知道自己 杀罪很重 就请求受三规五戒 而且还发菩提心 跟这个类似的情节 在根本说一切 有部皮难言要事 也有提到 在大政杖二十四册十二页 中南到下南 有一位名叫圆满的比丘 他要入城起石 正好遇到一个猎人 拿着弓箭出城 准备好好打猎一番 当猎人看到这位圆满比丘时 他想 比丘他是戒杀的 这样子很不吉祥 是不是让我今天没有收成 于是他就拿起弓 要射杀圆满比丘 这时圆满比丘敞开了衣服 对他说你要射就射我这个肚子 并说了一段寄送 大义如下 天上飞的鸟 或者在森林里面的鹿 它们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因此被罗网所吸服 或者是掉入人家所设的陷阱 人类则是拿着刀剑战斗 互相残杀 导致死的死 伤的伤 饿鬼因为饥饿口渴所逼 饥饿的时候就吃热铁丸 口渴的时候就喝融化的铜汁 穿肠破肚都是为了填饱这个肚子 我从长久以来也是为了这个肚子 历经长久的轮回 遭受了很多的苦恼 这个猎人一听 这个出家人真不容易 他都无所畏惧 而且开示的很好 他修忍辱已经成就了 我怎么可以去伤害这样的修行人呢 于是猎人就跟圆满比丘忏悔 求受三归五戒 这个故事给我们一点启发 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就会想找东西吃嘛 对不对 可是除了色身以外 我们还有法身 当我们福德智慧贫乏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赶快去填补 戒定慧等资粮 用来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呢 有一句话讲 道心之中有衣食 衣食之中无道心 一个有道心的人 比较容易得到他人的护持 有时候还有隆天护法 不至于饥饿动死 但如果一味的追求好衣美食 反而容易失去道心 以上以这些 与大家共勉 请不吝点赞